不然的話很多時候呢 你會覺得說這裡很多功能都不太一樣 那除了這些功能之外 順便教各位幾個比較實用的這種 Windows快速鍵 Windows鍵 就是在Ctrl隔壁的這個 Ctrl隔壁這個有個Windows鍵 按住之後如果你現在要切換到 這個桌面的話就 按住再按D 它就直接跳到桌面上 比如說你有些檔案下載在桌面 就可以馬上把它開起來 那恢復的話就再按一次 Windows鍵加D 這樣的話它就恢復了 這個是第一個叫Windows鍵加D 第二個的話就是要叫出檔案總管 或者我的電腦 比如說C疊D疊的話 Windows加上E 我的電腦就跑出來了 你要開啟任何檔案也是一樣可以 Windows鍵加E 另外的話還有Windows加上R 就是執行某個指令 比如說常用的像MSConfig 按確定 知不知道自己有沒有中讀 或者是啟動哪些程式的話 可以從啟動裡面去看 那注入此類這些快速鍵的話 那最好就是要熟記 可以幫助各位 在後面學習這個 操作上面有很大的一個功用 這個是有關於快速鍵的用法 這個是有關於快速鍵的用法 在那裡 在那裡 感谢观看